中文童话 象牙城 很久以前在帕拉西亚王国 有一位名叫马尔科的王子 马尔科王子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 但他总是感情用事 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 就在王子二十一岁时 国王召见了他 儿子 你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 这意味着是时候让你了解我们的邻国了 我们的邻国 是的 一个与我们的其他邻国一样和平安详的国家 我决定派你去访问象牙城王国 去全面地了解他 是度假吗 太棒了 这不是度假 你有一个平民的身份去那里 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是谁 陪同你前往的是首相丹的儿子山姆 哦 太好了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发去实行一个超级秘饼的任务 说完 马尔科王子就离开了 国王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儿子的命运会如何 第二天 马尔科王子和首相的儿子山姆出发前往象牙城的王国 他们穿过串林 河流和城市 行走了多日 最后来到一片茂密的丛林 这里开始就是象牙城王国的领土了 我太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哦 当然朋友 我们已经到象牙城了 短暂休息一下 吃点点心也无妨 你去小溪里给我们弄点水来吧 我在这里准备我们的食物 马尔科王子点点头离开了 马尔科到了小溪边 他放下水壶 想要先弯下腰去喝点水 但就在他要这么做的时候 在水面的倒影中 他看到一张十分美丽的脸 他被迷住了 你 你是谁 与此同时 山姆已经把准备好的食物放在垫子上 开始担心他的朋友去哪儿了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 啊 马尔科 是你吗 山姆立刻跑向小溪那边 发现他的朋友正躺在那里 毫无知觉 马尔科 马尔科微微一颤 睁开眼睛 立刻坐了起来 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那位梅丽的女士去哪里了 谁 马尔科 马尔科向山姆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我看到了他在水中的倒影 当我去触摸他的时候 一声尖叫传进了我的耳朵 他 他就像一个女巫 山姆立刻 山姆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真的吗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的朋友 我的王子 我认为你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什么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传说 象牙城的公主 孤立泽公主 被一个女巫绑架了 然后取代了她在王国的位置 但没有人知道真相 因为公主的长相 言谈和行为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即使是最强大的隐士和仙女也无法判断出来 也许那只是个愚蠢的谣言 嗯 国王和王后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 几年以后人们就不再谈论这件事 很快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直到 直到什么 直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山姆向马尔克王子解释了这个传说 以及他是如何说到有一天 一位打扮成平民模样的王子会来到象牙城王国 只有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公主 也只有他的耳朵 能听到女巫的尖叫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 那么我们必须立刻去象牙城王国那里 把一切都告诉他 啊啊啊啊 不要着急 我的王子 我们需要理智的思考 我有个计划 于是 按照他的计划 山姆和马尔克王子去了象牙城的一所房子 那里住着一位名叫老雷彻特的女士 老雷彻特是一个非常贪婪的女人 几年前 山姆的一个朋友去过象牙城 她从那位朋友那里听说了她 山姆敲了敲门 老雷彻特走了出来 有事吗 我和我的朋友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 我们接下来将在象牙城度过两天 你能提供给我们一个住处吗 我们会给你一大笔钱 哦我的天 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这么多的金币了 进来吧 不用客气 那天晚些的时候 老雷彻特在给马尔克王子和山姆上菜的时候说 这就是我现在能给你们的所有食物了 快吃吧 晚饭的时候我会从王宫里拿些好吃的来 王宫 是的 王宫 哦 你不知道吗 山姆和王子马尔克假装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在王宫工作 我是顾丽泽公主的贴身女仆 我每天给她梳头发 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们知道了吧 我听说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咳咳咳咳咳咳 能和您这么重要的人在一起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 请问雷彻特小姐 您能帮我们一个忙吗 啊 当然 说吧 山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钻石坠子给她 给你 请把这个首饰给古丽泽公主 告诉她 我 帕拉西亚的王子 马尔克王子 马尔克王子 向她求婚 听到这话 马尔克王子皱起眉头 老雷彻特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 一个王子 山姆皱了皱眉头 立刻从包里取出了马尔克王子的王冠 看到王冠 雷彻特惊得张口结舌 他立刻鞠了一躬 跑了出去 你准备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 你要去哪里 去给公主买礼物 不要等了 我就要迟到了 当老雷彻特去王宫时 他把钻石垂石送给了公主 并告诉了她一切 公主脸上露出邪恶的微笑 马上去告诉她 我要请她明天供进晚餐 老雷彻特点点头就走了 第二天 在公主的邀请下 山姆和马尔克王子来到了宫殿 山姆打扮成一个王子 而马尔克王子自己打扮成一个平民 提着一个盒子 古丽泽公主假装对山姆印象深刻 他们互相问候 公主把她介绍给她的父母 他们见到她也非常高兴 晚饭时 山姆漫不经心地问道 嘿 请你别介意 但有点奇怪的是 你的王国里除了马以外 没有别的动物 好吧 古丽泽认为动物应该生活在丛林里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们都送走了 我很幸运 她让我们养马 太不幸了 因为这正是我要送给公主的礼物 山姆拍了拍手 马尔克王子拿着盒子走了过来 他打开盖子 从里面跳出一只可爱的小猫 古丽泽公主尖叫着跳了起来 啊 她往后退了几步 但小猫一直朝她走来 很快就碰到了她的腿 啊 当古丽泽公主的衣服掉在地上时 女巫的真实样貌立刻陷露了出来 每个人都很震惊 啊 啊 啊 卫兵 马上抓住她 她在猫面前没有魔法 卫兵立刻抓住女巫 把她带走了 这些年来我们居然养了一个女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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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傻了 没事 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现在我们这里有真正的帕拉西亚王子 马尔克王子 他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山姆向国王和王后解释了一切 他们听到这一切都很震惊 你 你是说还有希望 马尔克王子和山姆点了点头 很快 一个装满水的大容器被端了进来 现在记住 只有你能看到她在水中的倒影 当你触摸倒影时 你会听到女巫的尖叫声 如果你能忍受 公主就能够打破魔咒 来到我们这边的世界 那我为什么当时不在小溪里就这样做呢 你是可以的 但那样的话 在我们来到国王和王后这里之前 女巫可能会提高警惕耍下花招 你知道吗 山姆 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山姆笑了 现在去找你的公主吧 当马尔克王子浮下身去看水桶时 他看到了古丽泽公主的倒影 他把手掌放在水面上 一声尖叫立刻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马尔克王子 马尔克王子紧紧地闭上眼睛 过了一段时间 巨大的尖叫声停止了 随着神神发光的火花 古丽泽公主从水里出来了 看到他后 国王和王后都跑过去拥抱了他 父亲 母亲 哦 我的孩子 谢天谢地 你没事 哦 我是说谢谢这些人 国王和王后向古丽泽解释了一切 他看着马尔克王子笑了 你救了我 我感激不尽 请不用客气 我的朋友 从此以后 古丽泽公主和马尔克王子成了好朋友 在他们的统治下 两国建立了更多的贸易计划 成为了幸福的邻邦 但是他们结婚了吗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山姆被任命为马尔克国王的皇家顾问 在他们的共同领导下 帕拉西亚成为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王国 帕拉西亚成为了 Grau